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球纯半导体晶圆代工行业的收入将在2025年同比增长17% 条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在其报告中指出 这将超过1650亿美元 高于2021年的1050亿美元 并在2021年至2025年期间实现12%的复合年增长率 该机构称先进的3奈米和5奈米4奈米节点 在推动半导体收入增长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虽然预计2025年3奈米节点的收入将同比增长超过600% 达到约300亿美元 但5奈米4奈米节点仍将保持受欢迎 在积极的节点迁移推动下 其收入将超过400亿美元 总体而言 包括7奈米在内的这些先进节点 将在2025年 贡献纯晶圆厂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这一激增凸显了业界对尖端技术的关注 以支援高阶旗舰 AI智慧型手机的技术迁移 NPU驱动的AIPC解决方案的兴起 以及对AIASIC GPU和高效能运算HPC解决方案日益增长的需求 Counterpoint Research表示 对于其他节点 联电 格罗方德和中芯国际的需求依然强劲 尽管从收入增长速度来看 他们可能未必能跟上先进节点的步伐 虽然高数值孔径 EUV曝光技术等前端工艺的创新仍在继续 但后端封装工艺也正在见证各种创新和创收机会 例如通过HBM记忆体集成和向晶片级封装的迁移 不过在先进节点方面 台积电是最大的受益者 尽管三星和英特尔紧随其后 在此背景之下 三星电子7月底宣布 与一家大型科技企业签订价值165亿美元的半导体代工供应协议 根据三星电子向监管机构提交的文件 该公司与一家全球大型企业签订了价值22.7648兆韩元 约合165亿美元的半导体代工供应协议 消息公布后 三星电子股价在韩国股市早盘一度上涨3.5% 创下7月以来最大盘中涨幅 尽管出于商业保密要求 三星电子未透露客户具体讯息及合同详细内容 但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在社交平台X上主动爆料称 与三星签下这一大单的正是特斯拉 马斯克表示 三星在德克萨斯州新建的巨型工厂将专门用于生产特斯拉的下一代AI6晶片 其战略重要性无庸置疑 他还指出 三星已同意让特斯拉协助提高制造效率 并将亲自督促加快进度 该合同期限从2024年7月26日开始 将持续至2033年12月31日 合同金额相当于三星电子2024年 全年营收300.9兆韩元的7.6% 事实上三星电子与特斯拉一直有进行晶片领域的合作 其领域主要集中载车用晶片设计与代工制造方面 尤其是在自动驾驶汽车相关的人工智慧处理晶片开发 其中早在2019年起就传出三星电子与特斯拉合作 使用14奈米制程生产特斯拉第一代的自行设计自驾晶片 FSD晶片 根据韩国媒体与业界消息显示 三星曾计划与特斯拉合作研发下一代高效能自驾晶片 主要应用于特斯拉的FSD系统与Dojo超级电脑 过程中双方技术团队合作进行了晶片设计与制程整合评价 包含5奈米或4奈米节点制程 然而在特斯拉过去在部分FSD晶片上有使用台积电7奈米节点制程 比如马斯克这次就表示台积电将首先在台湾生产AI5晶片 然后在亚利桑那州生产 因此虽然传闻特斯拉对三星的EUV产能与良率问题仍持观望态度 但在多元供应链政策下 三星仍可能有机会与特斯拉进行合作 最新财报显示 2025年第二季度 三星电子实现销售额74兆韩元 同比下降0.09% 营业利润为4.6兆韩元 同比下降55.94% 不及市场预期 其中半导体业务营业利润估计不足1兆韩元 晶圆代工部门被认为是业绩不佳的主要原因 Kewom Securities分析师Pack York表示 这笔大单将有助于减少三星代工业务的亏损 他估计今年三星代工业务上半年的亏损 将超过5兆韩元 约合36.3亿美元 此次合作 不仅对三星电子的代工业务具有重要意义 也将对特斯拉的晶片供应链产生深远影响 双方的合作 有望在半导体领域掀起新的波澜 进一步提升两家公司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那么 为什么特斯拉这次选择三星 而不是台积电 观众们都知道 在晶片代工领域 台积电一直占据着领先地位 一方面 三星一直在努力提升自身的晶片制造技术 特别是在先进制程工艺上不断追赶台积电 而且 三星拥有多元化的业务体系 同样能够为特斯拉提供更全面的技术支援和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 从地缘角度来看 三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新建工厂 这对于特斯拉来说能够更好的满足其供应链本地化的需求降低潜在风险 此外有消息称三星在价格方面可能也给出了更有竞争力的方案 这对于追求成本控制的特斯拉来说 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那么 特斯拉的这笔大订单对三星和台积电意味着什么 对双方都各自有什么影响 毫无疑问 对于三星电子而言 这笔大订单可谓是及时雨 最近几年以来 三星的晶片代工业务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且面临产能利用率不足的问题 这笔价值22.8兆韩元的订单 相当于三星2024年营售的7.6% 将极大的改善三星代工业务的财务状况 提升产能利用率 也有助于三星在晶片代工市场重新找回竞争力 而对于台积电来说 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打击 王晓的说 一直以来 台积电凭借先进的技术和稳定的生产 在晶片代工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区区一个特斯拉跑单 也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但往大了看 特斯拉这一重要客户的流失 影响台积电的营收是一方面 可能产生带动效应 引发其他客户的官网 另外 B&K Investment and Securities分析师李明亦表示 三星正在设法提升 其最新的2奈米晶片的良率 但特斯拉这笔订单 不太可能涉及到这项顶尖技术 Trendforce也表示 三星订单大概率不涉及最先进的2奈米技术 台积电高阶市场仍稳 但无论如何 从特斯拉转单三星这一世界来看 无疑给台积电敲响了警钟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即便是行业龙头 也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